有点意思 这么大块石头 一个小时就换了 孙上你也不容易啊 怎么说话呢 换什么换 十三兄弟 我把你当兄弟 你怎么这样揣测我 真是让我很伤心啊 哈哈 我就说吧 一刀穷一刀富 你竟然花五个亿买了个假衫 真是笑死 姓孙的 少在这来这讨 你小子玩黑吃黑是吧 你这店里可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少在这冤枉好人 有谁看到了 这位美女 你看到了 呃 没有 没有 那你看到了 没有 但是 但是你个爸爸 不长眼的东西 来人 把真人插出去 以后不许进我孙家的店一步 我惹你个低接 老大 这小子好欠揍啊 就是 我真想一个狗袍 给他埋了 这也太贱了 呦哼 小子 就你也敢跟我们孙少比 怎么滴 就是坑你 你能怎么样 你咬我啊 呦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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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卧槽 这位猛将军怎么下嘴 没轻没重的 这以后可怎么做人啊 是啊 老大 某些人这回只能嘴硬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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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子少给我套关系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反正不可能退钱 退钱 我啥时候说退钱了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算你小子实笑 我平本是坑的 平本是卖的 怎么可能退钱 钱总 这块石头虽然不如刚才那块 但也是不错的了 这样吧 也别一谦意了 五十亿 敢不敢赌一把 真是笑死我了 老钱你不会看不出来 这家伙没钱了 想忽悠你买这假衫 你要是真信了 那可就是大傻子了 十三兄弟你说话 我信得过 不就五十亿吗 就算买个假衫回去 今天全龙国也知道 我老钱敢花五十亿买块假衫 可想我的实力有多高 这波广告可不亏啊 没想到钱总你还能这么想 我既然有些感动 你也算是一个妙人了 哈哈 我这人交朋友 不看他有没有钱 反正没我有钱 哈哈 钱总才大习俗我承认 但是脑子有病可要去医院啊 五十亿没准能治好脑子呢 铁柱 这石头不错 你去披上一张吧 好的老大 嗨 我靠 这这么大的极品帝王率 十三兄弟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吗 哇操 这这这 啊 什么情况 我这随便换了个假石头 就又开出了极品的料子 这不舍弹呢 你特么逗我完呢 哎 这可不是我眼里好 要说那还是孙少家的货好啊 你可得要感谢孙少啊 杜爷 看来我错怪 这个孙少了 他真是个大好人的 妥妥的宋财童子 我就说吧 不要小瞧任何人 十三兄弟 刚才跟你开的玩笑 你觉得好笑吗 我演的逼真不 逼真 太特么逼真了 这孙少也太不地道了 啥好东西都想自己要了 嘘 小点声 小心缩少听到 一会给你扔出去 哈哈 孙少你可太会开玩笑了 还好我没当真 十三兄弟不瞒你说 这块石头 我是故意拿从库方拉过来的 就是想让你长长眼 没想到十三兄弟眼力是真好啊 哎呀 你看看这是闹的 我都把这石头卖给老钱了 老钱你还是拉回去自己慢慢开吧 有惊喜哦 我靠 还有惊喜 就这点率起码值个二百亿啊 还有惊喜那得值多少 不得五百亿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我这开玩笑开大了 这石头我不卖了 我还是把钱退给十三兄弟吧 刚才是谁说已经售出盖部退换的 孙少你这说话当放屁呢 哎呦我去 这有你什么事 这是我跟我兄弟的事 哎 老钱这是你看动的多尴尬呀 我这都收了你钱了 实在不行 我就把钱给你退了吧 不过这五十亿的违约金 这是毕竟是我搞的乌龙 这五十亿的违约金 我替十三兄弟出了 然后我把刚才那块 原石原疯不动的送上 来人把那块石头拉过来 支付宝到这五十亿元整 不错 看来孙少还是个讲究人啊 孙少就是孙少 有格局 是啊 这点我们必须扶 孙少牛批 来人 赶紧把这石头切了 我小姑娘上话叫 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很快来了几个人 把岩石搬到了加工的地 经过半个小时的操作 石头打开之后 不料众人都傻眼了 孙少 这 这就是快破石头 里面傻眼没有啊 什么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刚刚亲自看的石头 出了那么大一片地网绿 真是赌石害人了 一刀穷一刀富 十三兄弟你说的真对 人生处处有惊喜啊 哎呀 好兄弟啊 对不住啊 这看走眼了 王八蛋 你给我下套 你看这是弄的 我也没想到 一刀穷一刀富 这赌石打眼不是很正常的吗 混蛋 你小子居然敢用啊 这是你买的石头 赶紧把我的钱还给我 孙少 这石头可是你运过来的 而且还是你开的 我花什么钱 我只是倒卖了一手啊 就是 你不会玩不起吧 就是 你不会玩不起吧 好 想玩是吧 那我就陪你们玩 小子 得罪了孙少 有你们后悔的 孙少随随便便 都能捏死你 哪凉快哪待着去 再舅子 哎 不玩了 没意思 铁柱 把这块原石袋走吧 回家慢慢开 走吧 好的 老大 走吧 经历说 我们回去吃海鲜吧 琪琪和文文还在家等着我们呢 我亲爱的老板 你讨厌 孙少 别理这些穷鬼 咱们还有帝王子呢 赚的是我们啊 没错 这不不亏 哼 小子 敢坑老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我要你十倍封还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李少 你放心吧 这石头的事情我搞定了 不过十三那小的也用气坑了我五十亿 哼 不就是五十个亿吗 等那块石头卖了我给你五百个亿 这次好好潇洒一下 咦 多谢李少 你放心 绝对没问题 这帝王子的想办法出了 不能放太久 放心 我安排了拍卖 预约了很多名文忘读 肯定可以拍出天价 多错 还是你办事靠得住啊 孙少真是厉害 随便就戏弄了那个爆发火 真帅 王八 你今天的付出我看的眼泪 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 跟着孙少太幸福了 虽然没有了兄弟 但是我相信以后也很快乐啊 我丢你个螺丝 你来了 我跟你说 说个鸡毛 小兔崽子 你小子居然一下花了五十亿打水漂 我看你是疯了 爹 我这是为家族赚钱啊 再说了今天店里开出了五吨重的极品帝王子 小兔崽子 现在就把你爹当傻子了 还极品帝王子 就你拉回的这些破烂还能有好货 真的开出了帝王子 不信我带你去看 哼 你小子要是敢骗我 我打断你腿 什么 这么大的帝王子居然是我孙家开出来的 我孙家祖上这是冒青烟的呀 是啊 爹 这石头保守估计起码了只两千个亿啊 这石头还有什么人知道 就来店里的人知道 还有李少也知道了 李家也知道了 哎 看来这次又是竹篮打水了 爹 不会的 李少答应了我们 这次他找关系至少给我孙家五百亿 真不愧是我孙家二郎 以后家族的兴旺就交给你了 要跟李少打好关系啊 放心吧爹 我就是我们家的希望 总比家里某个废物强 嗨 叮叮叮叮 噗妈的竟然是个假的 我惹你个DG 这笔账迟早要跟他算 十三兄弟今天收到了拍卖会的邀请 说是有一块五吨的帝王子要拍卖 这石头怕是你那块了 有点意思 没想到这孙少居然敢拿出来拍卖 那就更好玩了 你心态真好 这次起码丢失了两千亿很难 孙家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 没事 才两千亿而已 还指不定谁亏呢 杜妍我用屁股想都知道 老大肯定没别好屁 放心吧 明天给你们表演一个魔术 什么叫猴子偷逃